劉奈 迷宫这是人类重要的文化产物之一 我们可以从他们来洞察人类的悠久历史 更加深入的了解人类的灵魂思想 迷宫配为两种 第一种名为的 哼哼哼 又唱出迷宫 第二种名为的呼呼 又唱出迷政 第一种名为的 迷宮通常是只有彎曲的通道 形成從外部到中心的單向路徑 但你在走迷宮的時候 你會感到迷路或是困惑等等 這種迷宮通常是經過有目的的設計 因此它雖然會花很長時間才能夠讓你抵達這個目的 但這個迷宮的用意 就是要讓你在繞行許多曲折的路徑的時候 讓你緩慢的思考讓你沉思 簡單來說它是屬於讓人去思考 並且容易長出口的一種迷宮 它通常是被用作強迫身心進入一種 平靜狀態的方法 在此狀態下人們可以實現精神上的安寧 所以它通常出現在宗教的環境當中 我得說一下 這個進入這種迷宮的人呢 他如果真的能夠進入一種 沉思平靜的心靈狀態的話 通常他群氧應該是不錯的 如果是我的話呢 再去抓狂了 要是我 原地爆炸 那最出名的迷宮 例子之一 是建於13世紀 位在法國的沙特達教堂 這座迷宮呢 在1235年 用藍石和白石建成 織徑長達10公尺 那作為古老的迷宮 應用場景在哪裡呢 你能夠猜到是哪一國嗎 告訴各位 埃及人真的很厲害 最長的迷宮 應該就是在 埃及出現的 一般人認為最偉大的建築 非埃及的金字塔末屬 但其實有些人是認爲 埃及的迷宮呢 才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建築 文哲說 埃及人真的是建築大使 因為最古老的迷宮 最偉大的建築 甚至是最神秘的建築 金字塔 都在埃及出現 那埃及最古老的迷宮遺址 在美麗斯湖 今天這個地方 稱為加隆湖 在現代埃及開魯市的南方 據說這個迷宮裡面 有 三間個房間 每個房間呢 都有兩層 整座迷宮 占地7萬平方公尺 7萬平方公尺有多大呢 一個國際標準足場 大概是2160坪 所以它大約是 10個足球場這麼大 因為7萬平方公尺 大概就是 21175坪 只能說 古埃及人真的是 太厲害太豪棒棒了 這麼久以前 竟然可以建造出 這麼偉大 這麼宏大的一個迷宮 裡面竟然有三千個房間 而且每一間都還有兩層 竟然有10個足球場這麼大 不免得不禁讓我開死的聯想 難不成又死壞死人的傑作嗎 考古學在推測 這個迷宮是 之前埃及國王統治的中心 但懷疑它真正的用途 是在 宗教方面的 考古學家解釋 國埃及人會在裡面 把祭物獻給屬於埃及的神 所以它可能是一個宗教的地點 但是還在真問當中 還不知道到底真相是如何 而今天比較常見的第二照片 的迷陣就不一樣了 然後迷陣裡面 到處都是 是死路 它的存在就是為了讓人們迷路 在裡面嬉笑 我只能說 這種設計真的是相當的惡戀 不過去 可惡 到羅馬時期 迷陣圖案成為裝飾品的首選 在各種豪宅裡面 潛廳裝飾到處都有這種 迷陣的圖案 只能說當時的人們 好像很希望別人走到死路一樣 很壞 大家都很壞 那當時的人們其實更關注的 都是這個 他們的形式上怎麼樣 他們並不在乎 他們的迷陣 到底有沒有錯 因為圖中 其實很多的時候 這種迷陣的圖案 其實根本就沒有入口 你知道嗎 萬化 不只沒有入口 連出口也沒有 這就是一個 胡亂搞出來的圖案而已 這也是蠻有意思的 而隨著羅馬帝國的淪陷 和中世紀的興起 迷陣在歐洲的基督教裡面 廣泛的開始出現了 但是在這些教堂當中的迷陣 並不是真正的迷陣 而是以畫在牆壁上 或是鑲嵌地板上的 藝術品的形式出現的 據推測 對基督來說 抵達迷陣的中心 這就象徵了抵達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什麼地方呢 那是全球的宗教重鎮 同時是猶太教 基督教 伊斯蘭教的聖地 但諷刺的事 在那裡 戰爭也是特別多 也可以說是戰爭的中心 在那片地帶 留下了不知道多少的鮮血 那對一些崇拜者而言 迷陣就是一條 燦爲之路 要獲得赦免就要長跪不起 這也是教徒會跪在 相信在地板上面的 迷陣燦爲的原因 再來說 要如何去分辨迷宮跟迷陣呢 很簡單 迷宮的通道 迂迴曲折之地中心 而迷陣呢 則會繞繞繞去 各種死路讓你去走 很快 但是如果你很臭巧 或者是巫頭川給亂撞 所以給你撞出一條正確路的話 那你就會穿過整個迷陣 從另外那裡離開 在述說了這麼多 迷宮跟迷陣的歷史之後呢 工人娛樂的迷陣呢 大概在600年前開始出現 有許多現代化 路徑複雜的迷陣設計 開始在世界各地出現了 那這種挑戰迷陣的概念呢 有點像是我們現在玩的這種 這叫什麼 歷史逃脫 有那麼一點像這樣的概念 就是設計出來讓人類去自虐 自找麻煩用的那一種 那現在我們來介紹幾個 非常有趣 非常著名的迷宮或迷陣 第一個要介紹呢 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的迷陣 那是位在義大利 名為 這個迷陣呢 是羅馬式的 面積超過 8萬平方公尺 8萬公尺什麼概念呢 剛說到了 國外節迷宮呢 有7萬平方公尺 10個主場這麼大 8萬平方公尺的話 就是10多個主場這麼大 他也20萬桿 清竹啊 密之稱一座 新芒狀的圓林迷宮 此迷陣的中心呢 是一座金字塔式的小教堂 他反映了整個迷陣 和宗教信仰的緊密聯繫 名字旁邊呢 有美術館 整出16到24世紀的 義大利藝術名著 另外呢 還有酒吧餐廳 在2015年5月的時候呢 他正式完工 並且多有外開放 滿有意思的 如果解封之後 各位有想要出國 去義大利的話呢 不妨來這裡走走 自找死路一番 第二個要介紹的 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迷陣 這個迷陣 創建於安德爾和漢的 海納安德爾魯瓦爾 阿薩布魯爾的中心地帶 名為River 這個地下迷陣呢 在義大利文都會開放了 占地4公頃 是一個真正的旅遊勝地 它裡面重的是香日葵 而每到冬天 農族會重新設計 並且播種 他的春天就會長出一個 全新的迷宮圖案 應該說迷陣圖案啦 非常漂亮喔 1920開園的時候 有超過8萬5千人 試圖走出這片迷陣 非常多人來這裡朝聖 但換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的話呢 也可以說是有8萬5千多個人 太無聊了 哈哈 沒有啦 這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也想去玩看 那第三個要介紹呢 世界上被譽為 最複雜的迷宮 準確來說是迷陣 最複雜的迷陣 大家還記得迷陣跟迷宮區別嗎 迷宮就是 繞來繞去 直達核心 直倒黃龍 達到這個中心的高潮之後呢 就會很開很開心 那迷陣呢 就是有很多死路 只有找到正確的方向 你才可以從裡面順暢的通過 然後走出去這個地方 那這個迷陣呢 位在義大利 又在義大利啊 那這個迷陣啊 位於義大利皮薩爾花園 他也是 現在還存在在歷史當中 最悠久的迷陣 實現於1720年 拿破崙在18071年 佔領這個莊園之後呢 也試圖啊 嘗試走出這個迷陣 有傳言說 拿破崙曾經 在這裡面 啼笑 因為實在是 太難走 有沒有太多忘卻的小路 還有令人困惑的死路 不曉得拿破崙有沒有 一聲令下 令人把這個設計出迷陣的人呢 把他給宰了 不曉得拿 不知道有沒有這種暴君 硬要去挑戰別人設計出困難的東西 然後呢 自己破解不了 然後就找破解 發明出他的人 解決不了問題 就解決提出問題的 有沒有這種的 然後呢還要自己去找這個問題的 尿不準 怪馬桶歪 然後再把馬桶砸碎 哈哈哈哈 又沒有這麼暴君 應該是有的 那這個迷宮呢 也有其他非常著名的政治人物到訪 包含希特勒和莫索里尼 成功走出迷陣的遊客呢 可以走上去18世紀炮塔 欣賞迷人的景色 好好的打一番 炮 沒有啦 不能打他已經沒了 那第一次要介紹的世界上 被譽為顏值最高的迷宮 這個迷陣位於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是在2015年建立的 目的是為了紀念泛國的事實 125週年 他用了12.5萬株香日葵 建造了香日葵迷宮 吸引了非常多的遊客到訪 除了這一個之外呢 另外一個顏值爆料的迷陣 位於美國夏威夷的 夏威夷多勒波羅植物園 這是一家有著150年歷史的植物園 也是夏娷最大的鳳梨植物園 而植物園裡頭有一個鳳梨迷陣 在進入迷陣前 遊客會先領取一張小卡片 卡片的一面是迷陣的地圖 反面則是8個蓋印章的格子 進入迷陣之後 按照地圖找到8個蓋印章的地方 你就算是成功挑戰啦 再來位在英國的約克玉米迷陣 也是一個不可錯過的高顏值迷陣之一 約克迷宮位於英國的北約克 是約克地區主要的景觀之一 他由超過150萬顆的玉米所組成 超超多的 想像一個畫面 邊找這個迷陣邊啃玉米 邊課邊逛 感覺好像蠻好玩的 那玉米迷陣當作的圖案 每一年都會被重新設計 由於玉米的生長期有限 所以這個迷陣每年只開放8個星期 2011年時 當地主辦單位 將玉米剪斷成兩個巨大的哈利波的雕像 非常有意思 由於上述時候的迷陣都會於西方國家 有一個最近在2017年才在中國開放的迷宮 特別提一下好了 中國寧波的蝴蝶迷宮 由舉世聞名的迷宮創造神將 阿德里安菲什爾團隊所設計出來的 這個迷陣的蝴蝶迷宮 正式被授予金氏事業紀錄 被認證為是世界上最大的永久性綠璃迷宮 非常厲害 介紹那麼多世界上有趣的迷宮及迷陣 讓我們來介紹一下 設計迷陣的人吧 設計上設計最多迷宮的迷陣設計師 是一名名為阿德里安菲什爾的人 從1979年以來 他已經在32個國家創造了多大 幾百個迷宮的迷陣 讓不少的幾百萬遊客 或者是當地的居民 或是挑戰者們 在裡面施行瘋 走到人生崩潰 而他有些設計是會收取設計費的 設計費從4000台幣 到4000萬新台幣都有 其中最出名的設計是 杜拜的迷宮塔 這個迷宮塔位於杜拜的金融中心 是一棟57層樓高的多功能綜合性大廈 來包含24層的辦公區 25層的住宅區 以及樓頂的游泳池等等 惡戀大廈收到 金氏事業紀錄頒發的認證書 獲得了世界上最大的垂直迷宮的頭銜 更屌的是 特別上網查了一下 這個垂直迷宮 它裡面的租金大概有多少 剛剛講到了 它裡面有住宅有辦公區 那裡面呢 一房一廳的公寓 你們猜多少錢 一房一廳喔 來台灣的價格 一房一廳大概 看地點啦 從5000塊比較簡陋的 到1萬多 甚至是2萬的都有 那你們知道在這邊多少錢嗎 一個月 各位聽好一個月 六萬 六千 六百 六十六星台幣 非常誇張的啦 這時候杜白還有錢 沒人 都是有錢人 什麼都貴 什麼都不奇怪 那另外非常非常屌的是 在上面的迷宮 其實也並非他們是單純的裝飾 實際上他們是公寓套房的陽台啊 好屌喔 難怪人家可以收到 4000萬星台幣這麼貴的設計費啊 好了 聽完那麼多 哇 你是不是覺得人類超有病呢 沒有啦 是不是覺得這個 人類真的是很奇妙呢 總是有無限的創造力 去設計出那種 不可思議的設計 嘖 太厲害了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見到明天 拜拜 字幕提供